昨天國使館有李登輝相關的書籍 那我請教彭校大哥 這裡頭呢 劉泰英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當年他曾經對著習近平的死者大罵 習近平是個大笨蛋 是 劉泰英是李登輝的 在康奈爾的同學 那麼跟李登輝關係非常密切 而且他曾經是國民黨的大掌櫃 也就是李登輝的大掌櫃 所以他跟李登輝 不管在這個私宜或公事上面 都有非常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麼李登輝跟這個中共之間 有很特別曲折的過程 李登輝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 那麼他的介紹人叫做吳克泰 吳克泰2002年曾經到台灣來 但是呢除此以外 還有一個人叫曾永賢 這個曾永賢先生 我想這個董立文 就董立文的老師 我也上過他的課 但是已經往生了 對 已經前幾年往生了 曾永賢是老共產黨 那麼所以李登輝跟曾永賢的關係 也非常非常的密切 曾永賢一直是主要跟中共建立 這個私下管道的 這個管道是李登輝跟江澤民之間 在1992年就建立的 那一年是什麼 蘇聯解體後的一年 換言之也是冷戰結束的一年 那時候世界局勢發生很大的變化 但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個李登輝很勇敢的 邁出的步伐跟中國進行接觸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劉泰英也扮演了很重要角色 因為當那個時候黨營企業都在他手上 那麼所以這個中國 那個時候八九民運以後 中國被封殺 中國也很需要說 希望台灣能多一點去投資 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這個他們之間的很多互動 就在檯面下不斷的進行著 那麼所以說這個劉泰英這一次 他公開他過去 曾經跟江澤民的密 跟見過江澤民 以及跟這個習近平的密室 打交道的過程 我一點不覺得意外 那麼而習近平在2013年 他剛剛上任不久 那個時候他意氣風發 認為說他可以 中國那個時候很有錢 他可以大手大腳的來做一番事業 所以他提出了很多宏偉的計畫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啊 這個還有這個中國夢啊 一帶一路啊 等等陸續續都提出來 當時他對台灣也有很積極的作為 希望說在他任內能夠實現這個祖國統一的夢想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遇到一個挫折 就是2014年台灣的反服貿運動 居然使得中共的一個如意算盤被打翻了 打翻了以後 這個習近平非常的惱火 而且也不解 為什麼我對台灣釋出這麼多善意 台灣不領情是為什麼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林大英就罵他 你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你不要講出來嘛 對不對 這叫什麼 你提前曝露了你的戰略企圖 結果自從他這一喊以後 所有的周邊國家 當然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國跟日本 馬上緊接起來 原來你的目標這麼偉大 然後你對台灣是這個要來爭的 所以就使得中國從那以後開始 美國開始注意到中國的戰略企圖 而且開始從那時候開始 美國就步步的盯緊中國 很多地方開始封殺 但是同時很有趣的是 蘇聯解體以後 說冷戰結束了嘛 所以世界的軍武器業 大家都很緊張 以後武器賣給誰 那麼那個時候 很多的眼光就看了台灣跟大陸 因為只有台灣跟大陸 最有可能會要武器 那個時候李登輝非常勇敢的踏出一步 他派人跟蘇聯聯絡 跟俄羅斯聯聯絡 那時候俄羅斯很窮啊 這個所以 約爾金曾經同意說賣給台灣 十四艘基洛級的潛艇 十四艘啊 那麼 但是後來這個案子取消了 不過很有趣的是 二零零零一年 小布什同意賣給台灣 八艘柴油潛艇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給台灣的補償 你不要跟俄羅斯買 我美國賣給你